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北韩参加六方会谈的一位高级官员目前正带领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 与美国官员进行非正式的接触 这个代表团还参加了本星期早些时候在美国西部城市圣地亚哥举行的 第20次东北亚合作对话论坛年会 美国官员表示虽然美国和北韩官员都参加了这次学术论坛会 但是没有进行正式的对话 不过奥巴马上台以后美国对北韩的态度的确出现了一些温和的迹象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围绕这一话题展开 今天在华盛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华盛顿研究机构 尼克松中心的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唐安竹先生 尼克松中心是一家非党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唐安竹在节目中讲英语 您所听到的是同声翻译的声音 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参加今天的节目提出问题 下面就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法 在这里也提醒您 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播出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韩主欢迎来到试试大家谈 Thank you 谢谢 北韩一直要求要和美国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对话 美国一直坚持要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下和北韩举行这样的对话 不过最近北韩的一位外务省的高级官员 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正在访问美国 实际上现在据说要到11月初才离开 这样的一个高级官员访问美国是不是说表示美国在这方面 进行一对一对话这个政策方面呢 是不是有所松动 确实有一些进展 在美国和北韩在中国之间三方的关系上有一些进展 但是现在我们还不清楚说这样的关系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现在北韩可能有所缓解 奥巴马政府呢 他也有一系列很清楚的政策 至少对于整个地区亚洲的这政策也非常的一致 在他竞选的时候 他就很清楚的说 他愿意接触 愿意对话 与全球的一些合作伙伴进行对话和接触 那么之后呢 在国务院呢 也任命斯蒂文·巴斯沃尔作为北韩的特使 那么他也愿意去访问北韩来开展对话 而且除了六方会谈以后 而且现在的北韩问题也不仅是美国跟北韩之间问题 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 所以他也需要六方会谈 他需要日本、俄国、俄罗斯和中国一起参与 那么最近的一些会议 包括北韩的官员来美国访问 他都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来表明这些关系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 实际上在最初传出 北韩要派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级的一个外交官 据说他是北韩参加六方会谈的第二号的人物 传出要访问美国的时候 媒体就报道的比较多 说这是好像是很多年以来 北韩访问美国的 可以说是最高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官 那么我们也刚才也谈到 就是在这个星期初 他们又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 那地方又参加了这个东北亚合作对话 这样的一个论坛会 那么参加这个论坛会 是这个北韩高级官员访问的目的呢 还是他是就是要来和美国官员进行非正式的接触 在您看来 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 在北韩和美国的官员之间有非正式的这种会面 也有一些叫做轨道二的这种对话 也就是这些非政府官员之间进行对话 那么这样的这种对话呢 不是这种高级官员的一种接触 因为美国跟北韩之间还是互不信任的 所以现在我们很难来指出说 北韩它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是他们内部的一些问题吗 比如说在金正日去世以后 到底谁来接任 所以现在还不太清楚说 他们到底背后的这个动因是如何 中国现在它的方式不一样 但中国也在施压让北韩更为开放 与美国进行进一步的接触 他也不希望北韩完全被孤立 因为他们一旦出问题 对整个地区也带来安全上的隐患 就是这个星期初在圣地亚哥举行的这个东北亚合作 这样的一个对话论坛会 是一个闭门会议 某种程度上 不让媒体这个去参加去采访的 那后来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说 在这次会议期间 虽然美国官员和北韩官员都参加了这个学术论坛会 但是呢双方没有进行这种面对面的 正式的这样的交流或者是会谈 那么据报道是这个北韩代表团的11月2号才离开美国 在这期间 在你看来会不会这个美国官员和北韩的官员会有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现在来说还没有迹象显示说会有正式的会议 当然也有这样的机会 现在我也提到过 国务院也表示过他们愿意派特使去出访北韩 但是呢 国务院的这种建议呢被北韩所拒绝了 所以说确实有可能北韩人会改变他们的态度 但是还会有别的问题 所以奥巴马他有别的一些议程 比如说下个月要去亚洲访问 他会去访问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 参加APAC会议 所以呢 首先呢 他们国务院想先让这个奥巴马总统先访问亚洲 然后与中国进行会面 然后才会跟北韩 看看能不能有可能跟北韩进行对话 而且真正的目的呢 是要能有一种可验证的 无法 木横逆转的这个去核化 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奥巴马总统实际上在竞选的时候呢 就提出来要对东亚政策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那么他上任以后呢 的确舆论界也注意到奥巴马政府呢 对亚洲 那么特别对北韩的这些政策呢 确实有一些新的一些改变 一些迹象 你比如说当时在奥巴马政府上任以后不久 国务卿克林顿访问的第一个地区就是亚洲 当时就有很多人推测 在您看来这个奥巴马的亚洲政策 到底现在他已经上任也快一年了 到底有哪些新的动向 从许多方面来说 奥巴马总统上任的时候 他是从布什政府中接任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比如说阿富汗问题 还有经济问题 但是亚洲还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上一届布什政府与中国的关系也非常的好 马英九在当任台湾的总统 也使得海峡两岸的关系有所缓解 所以奥巴马是可以在以前的良好的基础上 继续构建与亚洲的关系 中国的学者或者中国的官员 我交谈过的他们也表达说 他们也非常高兴奥巴马总统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